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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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刚才形容的这两种风格应该是感觉像两个人一样 就是自然而然的就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吗 还是经历了什么事 就是说有一次我生病了 在那个时候他就转变非常大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就突然间好像觉得我也好 怕死去妈妈呀 老子琴真的给我一个更好的生活吧 也是跟我这么说过 但是我说我不用 我也已经原谅了他 所以您今天来这儿 最主要的目的应该不只是希望 帮他征婚这么简单吧 我就是想让他不要那么太累了 因为你这个年纪了 三十多岁了 就想让他结婚 有个幸福的家庭 我到现在年轻的 我还能帮一帮他